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年24岁,修车已经四年了 大家好,我是小雕,今年22岁,修车已经五年了 今天我们一起修这个事故车 这个车是3.6万买过来的,厚的我已经修复好了 车壳受损有点严重,所以我打算换一个新的 新的车壳25000多块钱,包括了四个车门,两个叶子板,还有一个基盖 现在我和小雕一起把车壳拆下来 刚刚接到电话,马上会有一个车来维修 好像是车子开起来没力 小兰,快点来,我的车都冒烟了,看怎么回事 快点熄火,水温都高了 看到没有,你这个三元都烧红了 这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三元堵住了,你等一下,等它冷却了,我再来帮你检查一下 好的好的 今年已经遇到两三个三元通话烧红的了 这个确实挺危险的 长城泡的空调是好的,现在需要把它的制暖机放掉 这个层里面是自来水 也需要把车身和发动机还有底盘全部分开,包括很多的插头 还有水箱 小兰,可以了,你过来看一下 来了,你的车开了多少万公里了 八万多公里 我先给你把氧传感器拆掉,用内窥镜看一下 你这个三元催化堵得有点严重,已经超过50%了 我这个车才八万公里怎么就堵了 汽油在发动机里面燃烧产生积碳是很正常的 时间长了,有一些停留在缸内,有一些停留在三元催化 如果你经常跑跑高速,或者猛踩油门,排气压力大 积碳就会随尾气排出去 三元催化反而不容易被堵住 你的车肯定是长期在市区开,所以积碳就会越积越多 我的车怎么办 你就把车放到这里,我们空了就给你拆下来手动清洗 好吧,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可是嘛,咱们开燃油车的,千万不要忽略三元催化堵住的问题 虽然说油耗高,动力差不一定是三元堵住了 但是我们可以给它清洗一下,保养起来肯定是不会有错的 本来已经全部开完了 现在需要躺到车下面去 最后还有几颗固定车架的螺丝 这个和坦克300一样 这几颗螺丝拆掉车壳和大量就可以分开了 然后用绳子把车壳套起来 还有一个方向机管柱没拆 已经全部拆完了 我又找了房东的插车,把它吊起来 插车已经升到顶了 现在只能把底盘推出去 这个车的底盘好脏 全是烂泥 之前应该有过重度越野 把车壳放下来 轻松拆掉一个车壳 里面还有一些配件 等那个新的车壳到了 我再把这些配件移到新车壳里面去 今天就更新到这里了 新的车壳我已经订了 应该还有半个月左右就到了 我老公说可能是冷媒过期了 要不然你帮我换新的吧 冷媒是不会过期的 只要冷媒不落就能用一辈子 我先用空调标给你检查一下 压力正常的 这个压力是可以启动空调的 小姨哪种情况下不可以启动空调 看到这个压力传感器没有了 如果压力太高或者太低 它都会自动断电 所以空调压力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你先去启动一下空调吧 好的 小姨现在是挺凉快的 过一会就不行了 你不要着急 我还在继续看 你看你这个压力现在越来越高了 这么高的压力 空调会不会爆啊 不会的 压力太高就会自动断电 爆不了 除非这个压力传感器坏掉了 你看压力下降了 空调也不凉快了 现在已经强制断电了 你这个可能是膨胀法堵住了 或者是空调散热不好 现在把保险杠拆掉 检查空调散热器 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怎么了 这亮调有没有 帮我把全车亮调都换掉 你看我这个亮调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洗都洗不掉 都泛白了 擦都擦不掉 这种亮调都是这样的 像鸟屎 水质 包括树上掉下来的东西 没有及时清理 都会产生痕迹 时间久了 就洗不掉了 有些车停在厂区 还会有生锈的感觉 那这怎么办 像这个大的可以换一块 像那些门拉鼠啊 还有玻璃亮调 那都换的话 拆的东西也太多了 不过这个是可以翻新的 这种材质都属于镀隔材质 我们可以用这种 除驴的镀隔键修复膏 这是一个套装 沾一点修复膏 然后涂抹在亮调上 像这样来回磨它 稍微用点力 这样就翻新好了 你们看 这个地方刚刚擦的 是不是变亮了 特别是有一些门把手 如果要换新的的话 需要把里面的玻璃架子 还有内饰板全部拆掉 这样不仅麻烦 还费钱 所以直接用这个修复膏 修复一下就好了 现在用镀隔修复膏 把它全部擦一遍 擦完之后就变亮了 这效果大家也看到了 都是真真实实的 没有任何剪辑 反正洗不掉了就用它 小姨你快过来看 来了来了 小姨你看这些是什么东西 原来问题出在这里 这是经常在工地行驶造成的 这些就是你散热器上面的脏东西 因为散热不好 裤条开一段时间温度就会升高 温度高了压力就会升高 压力升高了 这个开关就会断电 起到保护作用 那怎么办 这个简单 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用高压水枪冲洗 可以看到洗出来的水好脏啊 现在再启动测试一下 空调现在高压120 低压40 现在压力正常了 小姨你来试一下 现在凉快多了 粉丝们你们记住这个方法 不管你们的空调现在是否正常 我都建议你们每次去洗车的时候 让工作人员用高压水枪 帮你们把这个前面的散热器冲洗一下 这样空调散热效果好 会变得更加凉快 快看前面那个是我的大哥 坦克500 他好像需要救援 你好需要救援吗 不用我轮胎坏了 我自己换个备胎就好了 坦克车主一家亲 我来帮你吧 行吧那你把车停好吧 你这一点气都没有了 对啊这里扎了这么大一个钉子 你来顶千斤顶 我来帮你把轮胎螺丝送你 突然下雨了 车主让我躲躲雨 你这个坦克500的后排空间好大呀 比我的300大多了 那当然价格也贵多了 不下雨了可以拆了 虽然说现在很多车都设置有备胎 但是真正在更换的时候 很多螺丝都是拆不下来的 因为原车自带的扳手比较短 不过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去路边找一块石头 这样就可以轻松的把螺丝松掉 要不你就不坏备胎了吧 我就是修车的 我帮你拿回去补一下 我说你怎么拆轮胎这么熟练 那你拿回去给我补一下 你来帮我抬一下吧 等一下你那里有没有这个车的中网 这个需要订货 那你帮我订一个吧 我这个都生锈了洗都洗不干净 像这种亮条是属于镀隔材质的 像很多车标 中网车窗亮条都属于镀隔材质 时间久了就会起麻烦 洗完车之后就会起水印 根本洗不掉 像你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用这个镀隔键翻新修复膏 我们打开盒子 拿出修复膏 粘一点在擦板上 然后直接往亮条上面擦 之前的水印都没有了 你看这擦过之后是不是变亮了 现在给它把整个中网上面的亮条都擦一下 擦完之后 变得非常亮 爸走了 你要不要去我修理草 去吧 一起去 先把轮胎拿下来 这个钉子就先不拔了 钉子留着做记号 然后把轮胎和钢圈分开 把钉子取下来做好记号 用这个工具把轮胎撑开 把破洞的地方打磨平整 刷一层胶水 贴上胶片 用这个滚轮把胶片压紧 这样轮胎就补好了 现在把它装回去 装之前要把轮胎上面磨点溶滑液 现在把气打满 打到2.5公斤 找到记号 喷水看一下 还漏不漏气 好了 现在不漏了 走吧 把它放在车上 放这边 往这边放 然后还得去给它把轮胎安装上 我把红色换好